嗨兄弟们 最近上汽大众又上新车了 我们今天聊聊就是它 上汽大众新出的图棍AirPro 来来来 兄弟们 我们眼前的这一款小蓝车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上汽大众的图棍AirPro 哇 这车起售价23.68万元 顶黑26.68万元 相比较图棍Air 它的价格高出好几万 那么这款车它的最大的看点就是它的驾驶辅助系统 全系标配大将提供的解决方案 我们今天就体验前这款车 这也是我第一时间拿到了图棍AirPro 相信能为喜欢这台车的消费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的大众图棍AirPro它是有两套前脸的 我们今天拿这一套是它的R-Line版本 那么另一套前脸就是在它的车头 光景杠这一块是服调式的 我个人觉得还是R-Line版本比较年轻化运动化 是不是 熏黑式的大灯 包括它的前杠 它这个前杠里面的纹路也是菱形的 尺寸其实和普通的图棍Air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车身长度4735毫米 轴距是2791毫米 尾部上方是有一个尾翼 一圈黑色还是比较运动的 那么尾灯是一个贯穿式的灯条 下方也是一个黑色的口气式的装饰 那么同样它里面的纹路和车头的前杠上面的纹路是相互呼应的 就是这种零线的网状的设计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尾标在下方了 从左至右上汽大众 图棍AirPro以及我们今天拿到的是它的顶飞车型 在四驱的ForMotion 车身侧面呢 这有一个二标 那么它的轮圈呢 是一个低风阻式的轮圈 这是一个罩 尺寸呢 也是达到了20英寸 25540220 嗨 兄弟们 我们现在呢 是坐进了车内 来看一下图棍AirPro它的内饰怎么样 中控台上面是三块屏 包括主驾前面的仪表屏 大尺寸的中控屏 以及副驾驶的娱乐屏 那此外 其实啊 在高配车型它前面呢 是有五块屏的 首先 那另外两块呢 就是HUD的抬头显的屏 那么第五块屏 你意想不到吧 就是这里当当当当 让我隆重的请出小屏幕 按压完之后呢 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两种模式 一个驾驶模式 但是你选择驾驶模式之后呢 这小块屏 它就变成了一个模式的选择 旋钮 然后你可以滑动啊 触控都是没有问题的 整个车机系统 使用起来还是非常流畅的 你看 包括滑动 包括爱奇艺 微信 它都是 还有智能家具啊 它都是可以进行操控的 这台车还带行车记录仪功能 这是现在全线的问题啊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了 然后有智能助手 智能助手呢 你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一些 语音的伙伴啊 嗯 场景呢 你可以什么有 急速升温 然后急速降温 影院模式啊 KG模式 保护模式啊 然后这里呢 还有智能推荐 当然也需要登陆自己的账号 那么再有呢 就是这台车啊 看一下 哎 驾驶辅助系统啊 这台车它的驾驶辅助系统呢 是采用了大疆 刚才也说了大疆的解决方案 那目前来说呢 智驾呢 解决方案由市面上能数过来的话 有这么几种 第一就是华为 第二是大疆的 第三呢 就是一些其他的品牌了啊 所以大疆在目前来说 在中国啊 市面上驾驶辅助当中呢 它也算是一个主流的这么一套解决方案了 包括现在有很多品牌也在使用大疆的解决方案 这台车它是没有激光雷达的 所以呢 驾驶辅助系统呢 它也只能达到R2级 再往高阶一点的话 因为它没有激光雷达的加持 所以它不能自动的上下扎道啊 不能在城市NDA或者是城市NOA啊 所以呢 这台车其实在高速行驶当中呢 能很好的解决驾驶者的一个疲劳感 说一下后怀座椅的乘坐感受啊 首先呢 就是座椅的材质呢 和前面座椅是完全相同的 也是采用了这种皮质加帆毛的拼接 那么后面呢 是有三个头枕 这里是它的中央扶手 打开之后呢 上面呢 是有两个背架 那么这里呢 是相通和后排主空间来进行相通的 比如说 你想装一个化学板 或者是比较长的东西啊 把这打开之后 你后备箱就可以伸过来 现在呢 可以看到这台车 其实这一部分区域 中央T的区域呢 它并没有排到 它的电子排档呢 是采用了这里啊 它类似于坏档的设计 但其实呢 它是一个旋钮的排档 那么整个排档的使用的方式方法呢 和大众的ID系列是非常的相似的啊 往前扭是D挡 然后往后拨呢 是N挡 再往后拨是D挡 那么再往上走是S挡 按这里啊 小块块 就是它的P挡 底盘就是大众开油的风格了 就是你们闭眼想象一下 大众的底盘悬架的表现呢 其实这台车也是大差不差的 如果你是开过 或者是你是现在的图观L的车主 我个人觉得其实底盘给我的表现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么再有就是高功的2.0T 它的加速感 它的提速感 还有它的整个发动机的动静啊 其实和图观L呢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啊 这车呢 怎么说呢 它毕竟还是图观L 只是在尾标上呢 加了一个Pro版本啊 其实它的重点呢 也是大疆的驾驶辅助系统啊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赶快去到高速上 回到天津 在这个路途当中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这套系统用起来的表现如何啊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体验一下 大疆的驾驶辅助的方案 那么这套驾驶辅助 它就是22级的 一个简简单的驾驶辅助 那么开启它呢 很简单 就是在方向盘9点位置 这里全都是它的 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的控制单元了 打开之后呢 很简单 Set一点 直接就进入到了系统当中 那么这套方案呢 其实是大疆给到 大众他们联合开发的一套系统 这套系统 其实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 R2级的驾驶辅助系统 那么开启之后呢 就是车道居中保持 我们可以看到 前面呢 是一个有一个弧度的啊 所以 那么可以看到整台车 在道路居中保持的状态呢 还是非常的平稳的 并没有那种左右调整 非常恼人的一个晃动 那么其实整台车 无论是底盘的调教 对于路面的颠簸的滤震 还是发动机 还有就是加速踏板的脚感啊 都是非常的大众品牌的调教风格了 要单纯的抛开价格不谈的话 就这几点而言 其实我个人觉得 呃 这台车还是保持了 图观R家族的一些特性 居家 然后呢 大空间 那么此外呢 这台车其实在整台的配置上呢 虽然比图观R呢 要贵啊 几万块钱 但是呢 它相应的改变呢 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啊 包括刚才说的 大疆的驾驶辅助系统之外呢 中控大屏尺寸变大了啊 高通骁龙的8155的芯片 加上一些软件的一些开发啊 比如说爱奇艺可以看视频 巴拉巴拉的啊 这些东西 要是放在之前 哇 你想都不敢想 因为大众的车机 放在几年之前 还是比较弱的啊 那么副驾驶也有自己的娱乐评了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都是大众品牌依托于中国消费者 对于自己的需求 这么一个见解 ok 那这一期呢 就是图观R Pro的一个简单实验啊 如果大家这款车呢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的留言板 今天留言 好我是你们小师傅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了各位们